大家好 我是老肖 W205是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车款 然后这几年宾室也卖得相当的好 可是我们开到W205的时候 有些人他会反映说 它里面有些小异音 那么老肖也针对这个部分 来到浮沉汽车 然后请教了一下我们的师傅 就是说它的异音到底是从哪里来 那大致上我们有抓到三个地方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参考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引擎室 刹车的真空管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 这个管子它会从引擎的这个部分 一直连接到我们车内 它会经过我们的防火墙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洞 那它有时候在共鸣的时候 它会敲到旁边的塑胶 所以你会听到咔咔咔咔的声音 它的解决方式就是在这边 包一层的海绵 第二个异音的来源 有可能来自于我们四个门 那怎么解决呢 3M的隔音胶带 它跟双面胶一样 但是它是单面的 把它撕开来以后贴在门边 这样子我们门边的异音 就会消除了 第三个异音来源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大萤幕 其实在网路上面也有一些教学 它教你怎么拆下来 那它证券就是你要拆下来之后 在它的后方用隔音棉 或者是绒布胶把它缠住之后 再锁回去 它的异音就会解除 但是在这个部分 老肖真的是蛮建议 你要找到专业的保养厂 或者是影音的这种店家 来帮你施作 给人家赚一点钱 因为你自己做 如果说你把这个音响弄坏了 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说你的W205 有时候会听到一点点的这种声音 你可以试试看 它的声音应该就出在这三个点 感觉 很重要 感觉 感觉 再次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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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